音樂 購買了TP-Link TUPPO的無線智慧插座 目的是希望能夠透過手機做無線遙控 可以定時排程或是透過Google語音來做開關 無線智慧插座的本體非常的迷你 有開關、有接地線的插頭 以及外接的三孔的插座 打開包裝後可以看到快速啟用說明 下面可以看到可以使用TPO的APP或是用Google Home來做操作 說明書的背面有繁體中文開始安裝 說明也是從Apple的App Store或是Google Play來下載 並安裝TPO的APP 然後可以依照TPO APP的步驟完成設定 接著把TPO無線智慧插座插上電源 可以看到上方的指示燈呢開始閃爍 接下來安裝TPO的APP 選擇安裝 然後選擇開啟 隱私權政策 略過TP-Link的ID 登錄之後 接下來來到我的家庭可以點擊加來增加設備 那目前我們安裝的是插座P100 已經是橘燈與綠燈 沒錯 接下來是啟用藍牙 啟用 開啟位置 啟用 接下來選擇自己的WiFi網路 接下來是命名您的設備 暫時不更改 按下一步 自訂地點 選擇辦公室 下一步 TOPO設備的圖像 TOPO設備的圖像 就插座下一步 確認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選擇一下智慧型插座 選擇開啟或關閉 開啟或關閉 那麼選擇開啟了之後呢 我把它接上了燈泡 看看是不是會亮燈 目前是開啟的狀態 關閉 所以可以透過手機來做開啟跟關閉 那麼下方也可以做排程 還有計時器 看一下排程 就可以讓TOPO設備規律開關的排程 按加 自訂時間 設備將開啟 那麼看一下現在的時間是下午1點28分 所以我們可以設定在1點30分的時候開啟 它會自動開啟 儲存 所以再等2分鐘的話 應該它就會自動開啟 那我們就等待一下排程是不是能夠成功 所以在30分的時候它會開啟 我們可以再增加一個在31分的時候可以做關閉 按儲存 那等一下我們就看一下是不是在1點30分的時候 它會自動開啟 然後到了31分的時候它會自動關閉 那麼目前已經到了1點30分 電源開啟 那我們再等候1分鐘看在1點31分的時候 設備會不會關閉 那麼現在到了1點31分 電源自動關閉 也可以看到目前設定的是每天的開啟跟關閉的時間 那麼下方呢其實也可以去選擇 週一二三四五六日或是每天等等 按一下就是取消 每個星期日或是每天 都在1點30分的時候會做開啟 這是做排程 那麼計時器呢 可以做倒數的開啟或是倒數的關閉 那我們試一下倒數的開啟好了 選擇1分鐘 所以當倒數1分鐘之後呢 電源就會開啟 好倒數1分鐘之後呢 電源自動開啟 所以也可以做倒數的關閉 那麼測試到現在我們可以知道說 透過TUPP的APP的話 我們可以做 電源的排程還有計時器 不在家 不在家模式是設定一段時間內 TUPP設備將隨機的開關製造有人在家的假像 所以呢可以選擇僅一次或是 次日或是每一周的 日一二三四五六 每天都可以 也就是說TUPP的設備呢會隨機的開關 用來開關電燈或是電視機等等 製造有人在家的一個假像 這是不在家的模式 那麼回到首頁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還是可以添加其他的相關的設備 包括了插座或是攝影機等等 燈泡 還有相關的產品 接下來我們嘗試呢 透過Google Home 可不可以控制無限智慧插座 打開Google Home 然後在新增輯管理的部分 設定裝置 選擇設定裝置 選擇新裝置 公司下一步 選擇哪種裝置 可以選擇插座 然後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要選擇流暢設定裝置 可以看到已經連結到了智慧型的插座 所以我們在Google Home的部分呢也可以做開關 但是沒有例如排程等等選項 那它的名稱叫做智慧型插座 安裝機設定完成之後呢 這個無限智慧插座就能夠透過 TOPLE的APP來做開更關 然後呢 一直很好奇 可不可以透過Google助理來做語音的操控 我們來試試看 打開智慧型插座 OK 正在把智慧型插座打開 關閉智慧型插座 OK 正在關掉智慧型插座 所以呢 不只透過TOPLE的APP可以來做排程 定時也可以透過語音助理來做語音的操控 去看裏面接著 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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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